天黑了快吹操作 BooBooBoo 欢迎大家来到YC912 Radio 我是你们的DJ姚迪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YC912 Radio 现在呢是晚上9点12分 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还是老样子分享一下 最近在干些什么吧 最近其实从海南回来之后 就一直在准备新的歌曲 因为歌都是自己在做 所以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 一次次的改 然后写词跟制作人一起去聊编曲啊什么的 都会花很多时间 在前两周拍完自己的MV嘛 第一首歌的MV MV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是夏天的颜色 跟之前大家所看到的那一张EP 颜色会不一样 包括我自己也希望自己做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出来 然后最近也在准备音乐节 音乐节你们听到这个的时候 应该是在音乐节后或者音乐节前后吧 七月都还比较忙 七八月都很忙 也在准备一些惊喜给到大家 也期待一下 好 那我们聊回今天这一期 今天这一期其实要讲自己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我想说的是 一直是我在学习跟探索 寻找的一个方向 如何让我自己了解我自己 这个我很早之前 其实一直都在去研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包括之前在采访里面我也说过 我说我希望我的我想是我自己 所以一直我得不断的去了解姚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在镜头前他的样子外貌也好 他镜头前的一个性格也好 我其实觉得这个主题他很小 但是他又很大 就是他需要我们一直去寻找 因为我们那个自己一直在变 所以我想通过这一期跟大家 听听大家的故事 然后也聊一聊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一期其实我们这一期想说的歌是夜闹 夜闹这首歌曲 有一句歌词唱的是夜晚吵那是我的招牌嘛 其实我白天和晚上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晚上的话更多的是想的更多 然后更加的安静在思考 也不一定每个夜晚都很安静 因为我晚上我还是喜欢看演唱会啊 看一些音乐节 看一些很嗨的一些现场 但是晚上我会想很多事情 因为我一到晚上就眼睛闭上 我就开始想事情 这可能也是我失眠的原因之一吧 就是哪怕我没有在行动 但是我也会提前的去想好 我要怎么做怎么做 我要寻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要知道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我要知道姚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晚上会想很多 年轻人向往的不羁人生 往往也是燃烧自己 释放真我的全心真诚 刚刚也提到了夜闹 所以今天开场第一首 夜闹 送给大家 Let's go 你的气味 Tell me you're not okay 军烈的唇慢慢靠近口碑 You wanna cure but I Need you give me more I'll pay你包围 Yeah I'm not okay 别究竟的灵魂 绵无路可退 Save me my lord Then I will give you all When you're ready for ready for the vision I show Holding my hoody my tumble won't be slow No one can run from this reason Then I'm looking for looking for only go after Telling I'm stuck here that it won't be slow That's why 不如黑夜你无法预测我心动 tonight Now you know where your hope is coming from Coming from mine Now you know where your pain is coming from Give me all the last dance Need to drop it off You want to know where your pain is coming from 乌丁千分 Let's rockin' tonight 好 OK 接下来我们打开今天的第一封投稿 来自林泽 好 那我们开始了 你好 姚老师 展信音乐 很久没有写过邮件了 一时间不知道从何开始叙述 那个在众人眼中 洒脱又凉薄的自己 当在微博上看到书小弟发的这次主题时 我便陷入了长久的头脑风暴 说实话是的 这个主题真的会让大家去想很多 不管是回忆也好 还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问也好 就会想很多 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读哈 还是决定跟你说说我的回忆 记得19年有一次和表姐深夜谈话 在楼顶两个人对坐 试着烧烤 喝着啤酒 可能是酒精起了作用 我问表姐 在你心里 我是什么样子的人 表姐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她的视线不在我身上 却轻轻地说 我觉得你挺洒脱的 我很羡慕你 你从来不会为世俗的东西 牵绊住你的想法 去寻找爱的脚步 即便所有人都不同意 你还是一如既往 跟你一起生活了六年 同吃同住 对感情 你不爱了可以洒脱地放手 说离开 对视野 你看到潜规则可以潇洒地辞职 表姐说了这个时候 我笑了一下 不知道当时是嘲讽自己 还是觉得表姐说的对 浅浅地接了一句 其实不是洒脱 是凉薄才对 然后相识一笑 互相饮尽杯中酒 哇 林子的酒量很好啊 饮尽杯中酒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 我感觉我在13年的时候 131415年那几年 也是这种 对于自己想要去追求的一个东西 不会想那么多 我的话可能是那个时候 太小了 就是完全是没有考虑 后来的事情 就是一头脑 扎进了这个训练当中 所有家人都不同意 但是我还是想要去 做这件事 我觉得还是蛮像的 好 那我们继续 之后的这几年 在工作中 同事会说温柔 细致 坚强努力 哇 这不是说的我吗 好 我们继续啊 其实 我的内心 在说你们太天真了 我只是不想搭理你们吧 我内心没有这样想 我的内心 当别人说我温柔 气质 坚强 努力 我的内心 其实想说的就是 可能大家说的 只是一部分吧 让大家看到的一部分 其实也会有偷懒 说实话 谁不会偷懒 对不对 也会有偷懒 也会有 粗心 大意的时候 也会有软弱的时候 在之前 我可能是想把温柔 细致坚强努力 展现给大家 但是 等我 足够强大之后 我会把我的 一些 其他方面 比如说 软弱 比如说 一些更加真实的自己 展现给大家 因为现在其实也是 我在尽量的 把一些 能够展现给大家的 都展现给大家 尽量的在镜头前 跟镜头后 达成一致 车远了 我们继续 21年辞职的那天晚上 微信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 是一个焦焦软软的小实习生 长长的一段话 我现在只记得她说 林子姐 你一点都不温柔 你的眼睛里 看人都带着冰冷 像一个站在冰箱上的人 高冷的一塌糊涂 但是还是要谢谢你在工作中 对我的帮助 以及我那次重感冒 发烧昏迷不行 你顶着大太阳 带我去医院 听说后来你紫外先过敏 不舒服了很久 辛苦你了 希望你以后都开心且幸福 回到这里的时候 喉咙有点哽咽 说到底我只是更爱自己罢了 就算男朋友出轨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要更爱自己 工作中被要求 遣规则的时候 我也只是想更爱自己 我没有长期的爱好 大概唯一值得说的就是 我打了接近七年的英雄联盟 和喜欢了三年的你 哦 七年的英雄联盟 哇 我当时也就只打了六年吧 我从S2赛季开始玩 那个时候才初二 不过说到英雄联盟 就是反正都聊天嘛 像聊天一样跟大家聊聊 说到这个英雄联盟啊 之前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 有一个我很好感的女士 因为英雄联盟 然后不理我了 就是因为我天天玩英雄联盟 就是回复的可能比较慢了一些 好题外话 我们回到 回到林子的文章 我觉得更爱自己不算凉薄 对吧 杨老师 我很喜欢你的微博自动回复 好像在肯定我一直以来的看法 世界纷纷扰扰 唯有更爱自己 时常倾听自己的想法 才能更加坚定 最后我想说 杨老师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会加油变得有温度 爱自己的同时 也爱这个世界 我们长沙见 林子 2022年6月27日深夜 魔物 我们长沙见 好 说一下感受啊 我觉得 这个林子 为什么会说自己没有温度呢 我觉得你很有温度啊 你既然能够分享你的这些 往事 你既然能够写那么多的文字出来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位朋友 所以 不要说自己没有温度 我觉得你肯定是爱自己的 既然聊到这儿的话 我们就聊一下 更爱自己和稍显冷漠 两个状态 怎么样去平衡吧 我经常都在说我们要更爱自己 但是 爱自己 不代表不关心别人 这两者之间 我觉得也是有一个平衡点的 比如说 可能是我自己吧 我只能代表自己的观点 有些时候 我觉得我去关心了他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很喜欢我做的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爱了自己对不对 就是 你想假 假是我 以也是我 柄是我 假关心以 作为柄的我 很喜欢假这样的行为 那也是爱自己 对不对 所以 看 自己怎么想 这个 我个人的话 我是 蛮喜欢自己 帮助别人 关心别人的 那一面 之前前段时间不是特别火 有个叫MBTI的那个 性格测试吗 我是INTP 测了三次都是INTP 包括我也是白羊座 白羊座B型学 INTP 我觉得还是蛮牵制的 就是虽然是个白羊座 但是我是 一个INTP I型人格 I型人格的白羊座 就是 我觉得可能有把白羊座的一些 很火爆的脾气也好 或者怎么压制住了一些 然后B型学的一个特征 又把我I型人格的特点 又压制住了一些 因为B型学可能会外向一些 INTP的话 之前看了一下 它是I代表内向 N代表直觉 T代表理智 P代表依赖 网上说的是 INTP 它们根本不屑 与平庸为伍 我觉得说的还蛮对的 就是 我一直坚信自己是一个 平凡但不平庸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独一无二 然后我可以 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可以创造出很多 从姚春这出去的一些东西 不管它是音乐上的也好 还是想法也好 而且INTP觉得 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 我确实也是 因为之前一段时间 可能没有在网上那么活跃 对吧 但我确实没有停下来 因为我接受不了自己停下来 就是一停下来 我就会很慌 至少在现阶段的话 我觉得现阶段就是一个 该往上冲的一个阶段 就是现在大环境确实不好 但是它不影响我 提升我自己 我可以在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可以去学习很多东西 我可以去学乐器 学英语 我可以去考驾照 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些生活 关于姚春的其他东西我能做 是吧 所以我是不喜欢 浑浑噩噩噩的过生活的 然后呢 在那一段时间 没有工作的一段时间 对也肯定也不是每天都在学习啊 也有放松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呢 就躺着在家里面看看演唱会 跟朋友们聚一聚 也要休息 因为我是 如果我有想法 有想去做一个什么东西 我就会冲进去 对就是不停的去研究研究研究 但是呢 也会消耗太多的能量 要休息 因为我说过 我之前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眼睛一闭 包括现在也是 眼睛一闭 就是各种想法 各种我要在音乐节上 我要做到 什么样子的一个场面 才能够让我的音乐节 是我的音乐节 才是姚春的音乐节 姚春的舞台 我要怎么做 音乐 才能更加的明确 一听来一听 哦 这是姚春的音乐 我要怎么做 才能 在这么大的一个 娱乐圈里面 能够 有独一无二的 这样的一个人 比如说这个工作 他觉得 这个东西 适合什么样的人 而这样的人 只有姚春一个 OK 那就用姚春 所以我每天 其实也在想这些 也在去努力的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 独一无二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说 今天的另外一封投稿 这个名字非常的浪漫 叫星星追赶日落 好 那我们开始 怎样的人生 才是正确的人生呢 我出生在小城市 十几岁的青春时光 都在学习中度过 大家好像都是一样的吧 十几岁的青春时光 都在学习 十几岁的青春时光 我十几岁也在学习中度过 平淡而且平凡 对对对 学习的时候 是平淡了些 但是跟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 平淡且美好 我觉得是 现在回想的话 长大后在大城市生活 有了稳定的工作 我开始补习那些 以前从没接触过的一切 别人十几岁时轰轰烈烈的热爱 我才刚开始尝试 我的青春好像迟了很多年 我去了喜欢的地方旅行 背着几十公斤的装备 飞去滑雪 沉迷音乐节和Live House 我 我也喜欢 我也想 背着几十公斤的装备 去新疆滑雪 我也喜欢音乐节跟Live House 是 嗯 是姚琛本称了 这个星星坠杆热热 这名字也很好 很喜欢 我身边的朋友和同事 都已经成长为一个合格的中年人 而我还在极限拉扯 不愿意加入他们 我对自己的工作不算热爱 但也很投入很负责 因为它给了我享受生活的经济保障 可人总是要随着时间和社会的洪流 慢慢前进 我也不得不面对人生和事业的选择 今年我有一个机会可以争取升职 身边的人都鼓励我更进一步 但我犹豫和退缩了 因为那意味着我将要放弃我几乎所有的热爱 我可能没有时间休年假 不能随意离开本地 我享受目前的生活 畏惧失去平静和安稳的未来 所以怎样的人生才是正确的人生呢 拼搏进取 成为事业上更成功的人 还是探索生活 过得肆意潇洒的人 我有点迷茫 当十年二十年以后的我 回头审视现在的决定 我害怕那时的我已经有了别样的选择 今年我得到了很多坏消息 曾经在工作上帮助我 开导我很多的前辈 忽然离世 而我却连告别仪式都无法参加 曾经一起征服很多大山的学友 忽然查出患有脑肿瘤 他只有二十几岁 他拒绝我去看他 说他的头发都掉光了 样子很丑 而且再也不可能出去滑雪了 坏消息让我心情混乱 却把思绪理清了 当无法左右未来 那就把握现在吧 我想我应该低下头 不看这世界 只看看我自己 把眼前的每件事做好 不热血澎湃的去改变人生 但也不摆烂躺平得过且过 我开始规划短期的计划 准备投入学习 参加专业的等级考试 花时间给自己充充电 我准备把长发剪掉 捐给化疗患者 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我的朋友 我想通过这个行动 帮助到和他一样的人 自己是完全由我本人做决定的 我想我就做好每件被动接受的事 主动争取自己想做的事 应该就是合格的自己吧 题外话 最近有些迷茫和纠结 把姚老师和YC912 Radio 当做树洞 忍不住想倾诉 说出来就感觉给自己找到了出口 谢谢 赌完了 也是说一说感受吧 其实 这个我也很纠结 我就是梦想跟生活 我应该怎么样去平衡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也给大家说过 我说不想要因为自己的生活 而耽搁去追梦 不想要因为沉迷于梦想 而忘记我怎样生活 所以这个平衡点我也在找 我觉得按照你的说法吧 就是规划短期的计划 准备投入学习 花时间给自己充充电 这是目前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因为等真的想明白 想清楚了之后再去做 我也不想十年二十年以后 回头审视现在的决定 然后觉得有遗憾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现在的事情做好 做好每件被动接受的事 然后主动争取自己想做的事 我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儿说到了 把头发剪掉捐给化疗患者 其实这个地方我就想说一说 Brian Brian其实在前段时间他离职了 但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没有说 因为他也是去寻找自己了吧 我觉得因为我跟他聊过 他想回韩国 然后在韩国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因为对于他的父母来说 他也不小 他也要做自己该做的人生 可能也要去谈恋爱 然后去交往女朋友 结婚生子 可能也是他的一个人生 或者说他回去要做一些 陪伴在爸爸妈妈身边这种 但是 为什么要说到他呢 是因为他 那个长发 大家可能觉得是 他想留长发 其实不是 他是因为他是要把头发留长 然后捐给化疗患者 他其实 在很早之前就做了这个决定的 然后我们说一下其他的吧 好不说这个了 我们说一下其他的 你说最近有些迷茫和纠结 说到这个迷茫和纠结吧 我也是 我也很迷茫也很纠结 我觉得很多人都很迷茫很纠结 但是 迷茫跟纠结的时候怎么办呢 像我以前的话就会憋着 我不知道给谁说 但现在我会给我的一些朋友说 就是说一部分 自己消化一部分 他们是能够帮助到你一部分 但是不能全部 像我自己我的话就没有什么小树洞 我的小树洞可能就是骑车的时候 风很大 我可以给风说吧 就是风很大我就大喊 今天怎么又那么累 这种大喊出来 而且因为 INTP是偏内向的人格嘛 也不想给朋友说太多 而且说到INTP我也想说一下 又说到INTP了 之前不是说过 展现了射牛的一面吗 其实也不是 是因为职业 因为 我这个行业 其实需要的是跟 很多人去聊天 就比如说 有时候跟一些领导前辈们吃饭的时候 想要在他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印象 那需要给他们说 姚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你会表达自己的时候 可能他们会更加的了解你 觉得你有魅力 或者是觉得你 这点还蛮好 那就有印象 那这样子的话 在一些其他的工作上 能够帮助到的就会帮助 所以我就一直在锻炼自己的一个表达能力吧 然后也是 希望更加准确更加明确的把自己 把姚琛最真实的那一面 给大家说 让大家了解到 A期的话聊的比较深 因为两封投稿 其实都是我最近 也一直在想 一直在纠结的事情 我觉得就 就这样吧 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不好 包括我知道现在可能听 912 Radio的你 也会因为疫情有一些影响 可能是见不到自己爱的人 可能是工作 可能是被隔离 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想法 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期盼 不要受到限制 就是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可能是我们需要被动接受的事情 所以那在我们被动接受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做得更加的好 更加美好 不要摆烂 真的就是大家 动起来 你们在看不到我的时候 我没有摆烂 我没有 休息 我不想休息 因为我觉得 越在这个时候 越去学习更多 越去了解自己 越去把自己的 不足给弥补上 当这件 让我们被动接受的这件事情 过了之后 那我们会有更大的 主动权 跟更多的机会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我们就一起动起来 好吧 在夜晚释放最纯粹的自我 静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声音 回望和复盘也是每个人的必经课 你还不了解你自己吗 真的了解吗 在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 我也不清楚 但希望每个人都是自己 而不是成为自己 每一个夜晚都有属于它的秘密 而你的秘密可以讲给我听 晚间9点12分 YC912 Radio 来一次敞开心扉的聊天吧 这一期电台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不想要是哪 那屋顶线翻 来自Rubbing tonight 不存在的目的地要怎么追寻 聚伤的脸大树面前在剥离 划破了手也划破了困批 Nobody blessing you I be your savior Where you belong You can be a warrior 但绝望毕竟选择了继续渴受原则 你在你自己的世界和自己握手言和 When you're ready for ready for the vision I shot Holding my holding my tumble won't be slow No one can run from this reason That I'm looking for looking for only goal I know Tell me all those looking down that won't be stopped That's right 不如黑夜 你无法预测我心动 tonight Now I know where my hope is coming from Now I know where my pain is coming from Give me all the last steps Did you drop it off 一晚上弄上我的手牌 舞顶间斑 let's robin tonight 夜晚吵闹是我的招牌 舞顶间斑 tonight I don't care if you go make some chaos tonight 舞顶间斑 let's robin tonight If you want me to come and go with you 不想梦可夜晚都溜走 所有废话都在日出后 You better drop it up 夜晚吵闹是我的招牌 舞顶间斑 all night Yeah Yeah Robin all night 夜晚吵闹是我的招牌 舞顶间斑 all night Yeah I don't care if you go make some chaos tonight 舞顶间斑 let's robin all night i don't care if you're a bodily Great 感谢观看